南韓国产的苹果和梨子受到今年酷暑暴雨 加上台风等异常气候影响 在所有水果当中价格涨幅最大 超市设立专区让民众减便宜 这些形状大小没有达到标准 或存在瑕疵的所谓B级农产品 打了至少6到7折 仔细看来不见的形状 这样的汗也有很多 但是一般的水果和同样的 糖度 검수를 받는 만큼 맛에는 큰差이가 없다는 설명입니다 南韓大型连锁超市贩售的B级农产品 以苹果和梨子为主 由于腌制新奇的季节即将到来 也贩售大葱 洋葱和辣椒等腌制必备食材 南韩劳动成本 水电费和运输费持续上涨 食材和能源成本不断攀升 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 创五个月来新高 除了B级农产品受欢迎 超商和超市的自由品牌商品 品质相近 价格低廉 最近人气也很旺 南韩房间出现牛奶通货膨胀的说法 也就是鲜奶和冰淇淋等相关乳制品 价格通通上涨 超商自由品牌牛奶相较便宜不少 坊间的自由品牌牛奶至少便宜百分之二十 一家大型超市的自由品牌牛奶销售额 增加了百分之六 另一间超市销售额更暴增近百分之五十 超商是出外人的好朋友 南韩九月外食物价同比上涨百分之四点九 不少人敢吃超商推出的便当果腹 但超商食品的缺点就是 纳含量过高 为了国民健康 厂商陆续开发低纳即时商品 还有用植物肉取代真肉的便当饭团等等 随着通膨居高不下 到超商觅食的人将越来越多 但这类低纳低躺产品 过往贩售业绩都欠佳 要开发出兼顾美味健康和营养 又便宜的超商食品 考验厂商的能力 TVBS新闻综合模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